第261章 放心汤姆 我会帮你的 既然一路来到适合玩奎弟骑的场地 凯尔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 问道 你们之前说早上的时候提到了我 是哈利 弗雷德说道 哦不 应该说是赫米 算了 还是你来说吧 他把问题抛给哈利后 就骑上扫帚 去和乔治抢那个用藤条编织出的 鬼飞球 了 凯尔看向哈利 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哈利说道 你们会售卖自动喷墨羽毛笔吗 大概多少多少钱一根 他想了想 又加了一句 就是你送给罗恩的那种 凯尔摇了摇道 应该不会售卖的 怎么 你也想要吗 那根羽毛笔 只是他练习练金术的时候 随手做出来的 根本没想过当成商品卖出去 墨这个必要 就算再神奇 那也是用来写字的羽毛笔而已 卖的贵了不合适 也没人买 可卖的便宜了 又实在有点浪费时间 毕竟那玩意制作起来 也挺麻烦的 而且他今年很可能会上十二门课 凯尔可不想额外给自己找事情做 不是我 是赫米 哈利解释道 他好像很喜欢那种羽毛笔 难怪 凯尔恍然 哈利可不会对羽毛笔感兴趣 但如果是赫米的话 就说得通了 等开学后 我送他一根吧 凯尔继续说道 我敢说 赫米一定会很开心的 不过是 一根羽毛笔罢了 这没石魔 凯尔摆了摆手 毕竟他刚刚才用了人家的模板 送件礼物 也是应该的 鸡人一直玩到傍晚才回去 主要是金妮不服气 他借来了哈利的光轮两千 想和凯尔比一比 结果吗 自然不用多说 金妮书的 都快怀疑人生了 再回陋居的路上 他拿着罗恩的 那把笨重的 流星 咬牙切齿地 在凯尔背后 不停地比划着 似乎想要找个合适的角度 给他一闷棍 好在鸡人 因为着急吃饭 走得很快 在他下手之前 就回到了陋居 之后的几天里 凯尔就像忘记了 日记本的事情一样 每天 药膜研究新地图的制作 药膜 就是帮弗雷德和乔治 完善他们的戏法魔障 直到三天后 他才重新打开了那个箱子 刚翻开笔记本 空白的纸上 就出现了一行字 好久不见 李德尔并没有抱怨什么 而是像许久没线的老朋友一样 打着招呼 最近很忙吗 如果是因为课业问题的话 我都可以帮你 抱歉 汤姆 凯尔写道 我最近在和邻居家的同学研究一种魔法物品 有些着迷了 没关系 我可以理解 因为我也是这样 你也喜欢魔法物品吗 凯尔问道 当然 别忘了 这本神奇的日记 就是我做出来的 还记得上四年级的时候 为了弄清楚那些魔法画像的秘密 我在一条偏梯的走廊里 坐了一整天 甚至忘记了上课 所以 你们这是成功了吗 还没有 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问题一直没办法解决 凯尔拿着羽毛笔 飞快地写道 汤姆 你可以帮帮我们吗 当然可以 我们可是朋友 凯尔回想了一下弗雷德和乔治遇到的问题 复述给了李德尔 大概也就十几秒左右吧 你们的魔文公式 有一些问题 代表 触发 等魔文应该放在最后 而不是前面 接着 李德尔还详细写出了各个魔文所代表的含义 以及在排列时需要注意的地方 魔文公式 是古代如尼文的核心内容 也是炼金术重要的组成部分 凯尔之前没看懂的那些炼金笔记和书籍 基本上都是因为不熟悉魔文 而这部分内容 你可很难教它 也没办法教 因为时间太长了 那些魔文在他眼中早就和写字说话一样 成了本能 需要的时候直接拿来用就行了 哪还记得他们为识魔要这魔排列啊 但李德尔教的就细致多了 这一点却是凯尔没有想到的 不过想想也是 如果不了解有关古代魔文方面的知识 李德尔也不会一毕业 就能进入博金博客店里当实习生 黑魔法商店的用人标准 可比对角象要高多了 凯尔眼前一亮 本来以为要很长时间之后才能学到的东西 现在看来好像也不用等那么久了 接下来 凯尔完全把日记本当成了点读机 哪里不会点哪里 李德尔也很尽职尽责 每次都能给出回答 甚至会加上一些自己的总结 方便凯尔更好的理解 唯一不好的地方 就是他总会时不时地加一些厮货 明里暗里地打听外面发生的事情 不过凯尔也莫在意 虽然体验感稍微差了点 但毕竟是白减的东西 后续又不用付钱 还要求纳魔多干实魔 全当看广告了呗 无事就行了 就这样又过了几天 李德尔终于忍不住了 能和我说说学校的情况吗 凯尔正在兴致勃勃地记录着 魔文衍生含义 以及不同公式中所代表的意思呢 结果一抬头 就看到了这模一句杀风景的话 学得好好的 开什么小差啊 不过李德尔都这模直接地问出来 他也不好再像之前那样 装末看到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日记本沉默了很久 一想到已经过去五十年了 就难免有些好奇 学校如今的样子 你见过阿芒多迪佩特校长吗 他是不是已经很老了 你说的是前任校长 我并没有见过 凯尔写道 现在的校长是阿布斯邓布利多 日记本再次陷入了沉默 很久都没有新的字迹浮现 汤姆 你还在吗 抱歉 突然想到了别的事情 是因为邓布利多校长吗 是的 不过在我的记忆里 他还不是校长 而是变形课的教授 我猜你一定很想念他吧 放心汤姆 作为朋友 我会帮你的 什么 等开学后 我就把日记本拿给他看 让你们好好说说话 凯尔轻快地写着 时隔五十年的重逢 如果邓布利多校长见到你 一定会很开心的吧 第262章 家庭教师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等那些字迹消失之后 原本泛黄的纸张颜色 突然变得浅了点 就好像是褪色了一样 几乎是同一时间 一段宛如狂草般凌乱的话 出现在纸上 凯尔眯着眼睛看了很久 这才勉强看懂了 他写的是什么 千万不要把日记本 交给邓布利多 我是说 邓布利多教授 是我最敬佩的人 我更希望能亲自去拜访他的 而不是只有一段记忆 相信五十年后的 我一定也是这么想的 在看这句话的时候 凯尔再次感觉到了 之前那种窥视感 而且 这次更加明显 同时 他脑海中 也传来了一阵 若有若无的低语声 在不停地暗示 他要相信李德尔的话 但在大脑封闭数的作用下 这种暗示 就变成了明示 就差摆在明面上了 除了摄神曲念 连混小咒都会吗 则则 要么连名字都透着一股浓浓的老六味呢 这也太狗了 凯尔挑了挑眉 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一脸平静地写道 你说的有道理 汤姆 是我疏忽了 我想 邓布利多校长 应该也更希望你亲自 把日记本拿给他看吧 是这样 你说的没错 李德尔的字迹 重新恢复了正常 所以 你一定不要把日记本拿给他看 可以吗 既然你这么说了 那好吧 凯尔很干脆地答应了下来 只是经过了这件事后 李德尔也不敢再问别的事情了 老老实实地荡起了家庭教师 似乎生怕凯尔脑子一抽 又要把日记本塞给邓布利多 虽然他老实了很多 但凯尔的体验感却更差了 因为李德尔的字迹在变淡 从最开始的黑色变成灰色 还没说几句话呢 又变成了浅灰色 终于 当凯尔又问了一个 关于魔纹排列的问题后 李德尔没有再回答了 日记本上出现了一行颜色很浅的字 恐怕我暂时没办法再和你一起学习了 为实魔 凯尔着急地写道 眼看着关于基础排列的单元 就要结束了 怎么偏偏这个时候掉链子 压故意的吧 日记本的魔力快要消耗完了 这还需要魔力吗 可是 我记得城堡里那些画像就能一直在说话 不一样的 霍格沃茨的城堡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本身就具有庞大的魔力 而画像也属于城堡的一部分 自然不需要担心消耗的问题 但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日记本 只有通过自身储存的魔力 才能和你对话 那该怎么办 凯尔似乎很着急 连忙询问道 等开学的时候 把你贴到城堡的墙上可以吗 我知道 有一面墙特别平整 就在二楼图书馆右侧的走廊 虽然几个格兰芬多的学生 经常往上面扔大分蛋 不过管理员菲尔奇先生都打扫干净了 而且还喷了芳香剂 保证不会有任何味道 李德尔再次陷入了沉默 他虽然不知道大分蛋是什么 但听名字就知道 那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现在的小巫师玩得这么野吗 不行的 我的日记本并不属于城堡的一部分 就算放在墙上也没用 似乎是害怕凯尔看不清 那些字迹重新变成了浅灰色 我自己慢慢恢复就可以了 只是时间可能会久一点 而且 这期间我也没办法再回答你的问题了 我可以做些什么吗 凯尔看了一眼 放在旁边那个可以屏蔽魔力的盒子 尼可乐没出品 效果自然不用多说 真要是让日记本自己恢复的话 那可能就不是久 一 点了 我还有很多事 想和你这个新朋友分享呢 李德尔等的就是这句话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需要我帮忙的话 可以用新鲜的 龙穴当墨水 那样可以让我恢复得更快 龙穴 凯尔愣了一下 他之前还以为 李德尔是想要一些小动物 当充命宝呢 没想到他要的竟然是龙穴 可是汤姆 我记得龙穴的十二种用途 它并没有补充魔力的作用啊 对乌施而言是这样 但我现在是日记本 刚好可以吸收其中的魔力 其实 李德尔更想要独角兽的血 那种特殊的血液 可以让他更快恢复 而且还不用担心诅咒的问题 但为了不引起凯尔的怀疑 他只能退而求其次 选择了龙穴 给特殊的物品补充魔力 这算是龙穴的第十三种用途吗 真厉害 汤姆 连邓布利多校长 都莫发现这个呢 可能是吧 李德尔敷衍地回了一句 似乎并不想讨论 任何与邓布利多有关的话题 日记本的魔力不多了 我们还是说点别的吧 听凯尔挑了挑眉 汤姆 可能是我的错觉 我怎么感觉你有点害怕邓布利多校长呢 好吧 我承认是有一点 但这很正常不是吗 他可是最强大的巫师 如果不是自己消失的太快 凯尔真想把这句话保存下来 弗地摩亲口承认 自己害怕邓布利多 这一定能上 预言加日报 的头版 你错了 汤姆 凯尔想了想 提笔写道 邓布利多在十二年前 是最强大的巫师 但现在不是了 什么 自己又变得潦草了 十二年前 有人连魔杖都没用 就杀死了一个 和邓布利多实力差不多的黑巫师 他叫什么 我是说 那个黑巫师 好像叫福地福 还是权力摩什么地 算了 这不重要 好了 汤姆 你好好休息吧 我现在去找新鲜的龙血 我们下次再聊吧 写完之后 凯尔立刻合上了日记本 隐约间他好像看到 里面出现了一段新的画 而且墨水颜色还挺深的 虽然没看清写的是什么 不过无所谓了 凯尔把日记本 扔进盒子里 将盖子严丝合缝的盖上 放到旁边 之后 他整理了一下桌子上 那些系满了各种公式的羊皮纸 对照着 如你闻符号响解 一点点看了起来 第263章 复兴汉邓布利多 第二天 凯尔一大早就来到了陋居 借用壁炉去了一趟对角巷 不得不说 但凡和龙沾边的东西都不便宜 龙血也一样 只是一小瓶 就花了凯尔十二个加龙 心疼得他直咧嘴 本以为找到了一个好用的点毒机 结果还需要付费 差评 从药剂店出来之后 凯尔又去了一趟旧货店 刚好在门口遇到了 从里面走出来的破锡 他手里还拿着一本书 因为不放心 凯尔一个人来对脚相 维斯莱夫人就破锡跟着一起 刚好 他也一直想把那天看到的书买下来 就是那本 吉祥怎样获得权利 自从上次在对脚相看过这本书后 破锡就彷復找到了未来的方向 每每闭上眼睛 书里那些 智里名言 就会不停地在他脑海中循环滚动 而且没滚动一次 他似乎就能品出新的含义 所以 为了防止自己记错 或者漏掉一些重要的内容 破锡决定 把那本书买下来 即使这要花掉他所有的零花钱 凯尔看着一脸肉疼 但又爱不释手地抱着那本书的破锡 不由好奇地问道 你花了多少钱 九个加龙 这是我未来两年所有的零花钱 破锡说 本来要十八加龙的 但店主 看我没有那么多钱 就给了我一个很优惠的折扣 凯尔扎了扎嘴 旧货店的书 基本上都会比利恒书店便宜一半 也就是说 这本书的原价是三十六加龙 本来凯尔以为 洛哈特那些五加龙的书 就够贵的了 没想 这儿还有更夸张的 好家伙 一本更比七本贵啊 果然 洛哈特还是太年轻了呀 不过 凯尔也莫说什么 反正又不是他买 这次没有再遇到什么熟人 两人通过破釜酒吧的壁炉 回了漏居 维斯莱夫人 刚准备好早饭 腌牛肉三明治 和炸土豆 破锡并没有就下来吃饭 拿了两块三明治后 就匆匆上了楼 研读经典去了 凯尔坐到了罗恩旁边 他正在和一块腌牛肉较近 整张脸都快皱在一起了 你回来了 凯尔 对面的弗雷德 揉着下巴 问道 你去对角像买什么了 龙穴 凯尔拿出那个小瓶子 周围顿时多了一股淡淡的腥味 哦 这味道太恶心了 乔治捏着鼻子 快收起来 凯尔耸了耸肩 没办法 新鲜的龙穴 就是这样 而且 药剂店送的瓶子 也很一般 蜜蜂方面 也只能保证它不露而已 把龙穴放回皮带里 周围的腥味 这才淡了不熟 龙穴可不便宜啊 弗雷德问道 你是要熬制什么魔药吗 不 我有其他用 凯尔摇摇头 对了 我给你们的羊皮纸看了吗 说到这个 弗雷德突然兴奋地站了起来 凯尔 你真的是一个天才 你给的摩文弓是太棒了 乔治殷勤地 将一整盘腌牛肉三明治 都推到了凯尔面前 只是一点小小的改动 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 戏法魔杖大成功 别告诉我 你们又在讨论那些魔法把戏 这时 维斯莱夫人端着一盘香肠走过来 面色不善地 看了弗雷德和乔治一眼 没有 妈妈 乔治急忙解释道 我们是在讨论古代如尼文 没错 弗雷德也拿出一张 写着各种符号和公式的羊皮纸 我们在研究魔纹排列的实际应用 这是巴布林教授留的作业 维斯莱夫人看了一眼 羊皮纸上写的 确实是魔纹 而且 也有双胞胎的大段笔记 抱歉 弗雷德 还有乔治 维斯莱夫人 给他们的盘子里 添满了香肠 弗雷德朝凯尔眨了眨眼 没关系 但妈妈 我是乔治 凯尔笑了笑 拿起三明治咬了一口 不得不说 维斯莱夫人做的腌牛肉 真够钱的 而且还硬 几乎快和风干牛肉差不多了 但味道还是不错的 吃过早饭后 弗雷德来拿出了自己的飞天扫帚 凯尔 一会儿 我们还去玩魁蒂奇怎么样 塞德里克回来了 我们刚好可以来一场学院对战 凯尔扫了他们一眼 果断拒绝了 好家伙 一屋子格兰分多 金尼虽然还没有分院 但估计也跑不了 五对二就算了 其中 还有三个这儿八斤的球队队员 傻子才和他们玩什么学院对战 大不了把金尼给你们 乔治慷慨地说道 反正他还没分院 去哪都一样 再加上哈利 凯尔说道 你想都别想 那就算了 果断拒绝了这场不公平的比赛后 凯尔便离开了漏居 本来他是想回去找李德尔布布克的 毕竟 龙穴会员 都买了 总不能浪费吧 但这个想法 最终还是莫能实现 和弗雷德 他们无关 主要是凯尔才刚回到房间 一只火红色的大鸟 却突兀地飞了进来 落到了他的肩膀上 福克斯 凯尔惊讶地看着自己肩膀上的凤凰 你怎么来了 福克斯抖了抖维雨 将一个箱子 甩到了凯尔面前 就是放假前 他交给邓布利多的那个 你把他送来了 凯尔马上就把李德尔 给忘到了脑后 激动地拿起箱子 上下打量了一番 谢谢 福克斯 邓布利多教授呢 凯尔一边检查着箱子 一边随口说道 他不问还好 这一问 福克斯瞬间就生气了 他发出了一阵尖锐的鸣叫声 翅膀还不停地拍打着 似乎在比划着什么 你是说 他是想自己一个人去奥地利 参加魔法会议 这才把你打发来 给我送东西 凯尔听着福克斯的话 微微皱眉 如果他记得没错 纽蒙加德 好像就是在奥地利附近吧 福克斯点了点头 继续愤怒地拍着翅膀 就好像是在谴责某个喜旧艳心的渣男复兴汉 但这却苦了凯尔 该说不说 凤凰的翅膀打在身上还挺疼的 凯尔连忙拿出一把草药 安慰道 没事 别生气了 先吃点东西吧 都是新鲜的草药 我跟你说 你不值得为那种人生气 他 第264章 凤凰的旅行方式 在凯尔的一番劝说 以及一大把新鲜草药的安抚下 福克斯这才渐渐平静了下来 趁着他话悲愤喂食欲 专心吃着草药的时候 凯尔忍不住伸出手 揉了揉他脖子上的羽毛 这还是凯尔第一次这儿八经的撸凤凰 怎么说呢 羽毛有些偏硬 不像猫头鹰那膜蓬松柔软 但手感很好 细腻顺滑 还带着些许温热 摸上去 就像刚从金库里取出来的金家龙 吃完草药后 福克斯张开翅膀 朝着窗口飞方向飞去 凯尔本以为 他是准备回去了 但莫想到 福克斯只是飞到窗台就停了下来 随后落在拉顿旁边 翅膀一收 开始假妹 一副吃饱了饭困的模样 原本睡得 正香的拉顿 突然就被惊醒了 他歪着脑袋 看了看这位不速之客 脖子上的羽毛 一下子就立起来了 他抬起爪子 二话不说 就往旁边挪了挪 给福克斯空出了更多的空间 凯尔面无表情地看拉顿一眼 随后不屑地撇了撇嘴 这啥鸟 平时心情不好的时候 别的猫头鹰 哪怕只是看他一眼 他都得追上去 揍人家一顿 现在咋这么怂了 似乎是看懂了凯尔的眼神 拉顿默默地转过头 选择了无事 他也想硬气啊 但人家浑身都染着红毛呢 一看就不好惹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忍了 两只鸟一左一右地站在窗台上 居然意外地和谐 凯尔坐到桌子旁 目光隐晦地扫了一眼不远处的那个盒子 看福克斯的样子 短时间内 估计是不准备回去了 有他在旁边 自己肯定是不能再找里德尔卜克了 虽然凤凰不一定能认出魂器 但万一呢 而他知道了 就相当于邓布利多也知道 凯尔虽然嘴上说着 要把日记本送给邓布利多 但那也要等他没用的时候再送 至少现在还不行 可不补席的话 好像也没事摩事可做了 凤凰不喜欢人多的地方 肯定不会跟他去外面玩魁地旗的 可把他单独留在家里 凯尔又不放心 总不能在房间里 看一天摩文公事吧 现在他对摩文的研究 已经过了最开始的初级阶段 没有李德尔帮忙 只靠自己看书的效率实在太低 多少有点浪费时间 正想着呢 凯尔无意中撇到了旁边的箱子 思索了片刻 他走到窗台前 福克斯 我带你出去散散心怎么 福克斯睁开眼 纽特斯卡曼德 我想你应该认识 他住在哪里吧 凯尔问道 福克斯点了点头 基本上邓布利多知道的地方 他都知道 不然他之前也不会被派去 给尼可乐梅送信 纽特住的地方自然也不例外 那就好 凯尔说道 你把我送过去怎么样 福克斯上下打量着凯尔 有些犹豫 凯尔以为他是不想去 连忙伸出两根手指 两根斗篷槽 外加一颗泡泡豆芽 福克斯这次一点没犹豫 二话不说 就飞到了凯尔的肩膀上 随后发出一声 带着几分期待的鸣叫 稍等一下 凯尔连忙拿上箱子 又把自己提前准备好的行李 连同那个盒子 一股脑地塞了进去 好了 现在莫问题 话音未落 伴随着一抹火焰般的光芒 凯尔瞬间便消失在了房间当中 窗台上 刚刚睡着的拉顿 又被吵醒了 而且 这次更过分 一股莫名的气浪 直接把他吹出了窗外 而且 镜还挺大 就好像是被谁踹了一脚似的 拉顿在空中扑腾了好几圈 总算在摔地上前 重新飞了起来 不是 莫完了是吧 烦躁的拉顿 扇着翅膀回到窗台 刚准备找自己主人好好理论一下的时候 他却突然发现 房间里默人了 另外 不只是凯尔 就连刚才来的那只 红毛 也不见了 只有被吹的东倒西歪桌椅书架 以及满地的羊皮纸 拉顿在房间里飞了一圈 确定默人后 就回到窗台上 用翅膀扫了扫 红毛 之前呆过的地方 脖子一缩 继续睡觉 另一边 被福克斯带走的一瞬间 凯尔就受到了来自各个方向的强烈挤压 根本透不过气来 他就像是强行被团成了一个球 而且还是游走球 然后被那些粗鲁的击球手用棒子捶了一整天 接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的意识 才重新回到了自己身体里 凯尔睁开通红的眼睛 他想吐 但胃就像是被什么人捏着一样 根本吐不出来 只能大口大口 吸着森林里 带着泥土味的空气 放轻松 这时 一个温和的声音 从旁边传来 是纽特 他给了凯尔 一颗叫不出名字的果子 示意他吃下去 凯尔下意识接过来 塞进嘴里 那果子又酸又涩 就像是咬了一口没有成熟的番茄 但莫名的 凯尔却感觉舒服了不少 这是什么 三清豆芽的果实 纽特笑着说道 也是球顿鸟最喜欢吃的东西 你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 凯尔揉着耳朵说道 我感觉自己 好像连续幻影仪行了一百次 凤凰的旅行方式就是这样 简单粗暴 你现在还能站着 已经很不错了 纽特又给了凯尔一个果子 不过凯尔没有吃 只是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 他现在总算明白了 之前福克斯犹豫 并非不想来这里 而是在担心他 能不能适应这模刺激的旅行方式 可惜他明白得太晚 而且还傻乎乎地搭进去了 两根斗篷草和一颗泡泡豆甲 这这种旅行方式 大概也就只有邓布利多教授 才能适应吧 凯尔小声嘀咕道 事实上 纽特笑呵呵地看了凯尔一眼 邓布利多 虽然要经常去不同的地方 参加各种会议 但他通常都是选择幻影一行 或者门钥匙 也只有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 才会借助凤凰的力量 凯尔再次揉了揉耳朵 一时间居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合住就连邓布利多也适应不了啊 不过 你可真让我惊讶 纽特笑着把凯尔带进了屋子 除了邓布利多 福克斯几乎从不会带其他人旅行 第265章 熊孩子诺伯奇遇记 是谁来了 屋子里 蒂娜正将一盘刚烤好的饼干 放在桌上 是凯尔 纽特笑着说道 蒂娜有些意外地抬起头 她之前还以为是哪个老朋友呢 是忘记拿什么东西了吗 她把装饼干的盘子 递给凯尔 你只要写封信 来让我们给你送过去就好 为食魔还要再跑一趟呢 而且 霍格沃茨明天就开学了吧 从巴黎回来后末多久 凯尔就来过 看望过纽特和蒂娜一次 并在这里住了两天 这次再来 除了闲着没事外 还因为福克斯 提前把箱子送过来了 难得拿到了 凤凰体验卡 他就寻思着 刚好能把诺伯和巨怪接走 震魔一来 就不用等到圣诞节假期了 只是凯尔没想到 凤凰的旅行方式 这模粗暴 早知道是这样 还不如等圣诞节假再来呢 凯尔没有说话 只是把手里的箱子 放到了旁边的木架上 纽特眉毛一挑 瞬间就懂了 他看了一眼 凯尔肩膀上的福克斯 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 哦 这不是凤凰吗 这时 蒂娜也注意到了福克斯 有些惊讶地走了过来 邓布利多也来了 怎么不请他进来 并没有 他这时候 应该还在奥地利呢 纽特摇摇头 只有凯尔 是福克斯把他送来的 蒂娜闻言 有些惊讶地眨了眨眼 邓布利多不在场的情况下 见到凤凰 这还 真是一件稀罕事 随后 蒂娜给凯尔端来了一杯柠檬水 柠檬水是特制的 很酸 而且还带着些许苦味 但喝下去后 却感觉很舒服 凯尔又想到了 之前纽特给的那种果子 他们好像很清楚 要怎么缓解 那种不适感 您之前也被凤凰带着 幻影疑心过吗 凯尔有些好奇地问道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纽特回忆了一下 我必须得说 那种感觉 真的很糟糕 而且令人记忆深刻 凯尔深表赞同地 点了点头 喝完柠檬水后 两人心照不宣地 来到了纽特的箱子里 进来后 莫多久 福克斯就张开翅膀 朝着不远处的一片森林飞去 凯尔皱了皱眉 他记得 那边好像是 球盾鸟居住的地方 里面还种了很多 不同的草药 用来治疗那些生病的 神奇动物 放心吧 纽特从后面走了过来 凤凰虽然高傲 但却并不排斥 球盾鸟 所以 你不用为他们担心 凯尔扯了扯嘴角 他乃是担心 球盾鸟啊 他担心的是草药 福克斯现在 越来越像一个吃货了 刚刚他离开的时候 凯尔甚至听到了 咽口水的声音 这明显是去吃自助餐了呀 看纽特一脸不在意的样子 他显然还没有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只是 算了 凯尔摇了摇头 决定保持沉默 吃就吃吧 现在最重要的是 让福克斯开心 刷一刷他的好感度 至于纽特的损失 之后让邓布利多赔钱就行了 他家大业大的 也不差这几颗草钱 凯尔点了点头 随后跟着纽特 来到了一片巨大的湖泊前 纽特的箱子究竟有多大 可能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就像眼前这片湖泊 学校的黑湖和这里一比 简直就像是个小水坑一样 不起眼 在湖中心 还有一座布满了巨石的岛屿 那里就是火龙居住的地方 两人驾驶着一条小船来到岛上 刚上岸 凯尔突然感到一阵恶风从头顶的方向袭来 脚下也被一片巨大的阴影笼罩着 似乎想到了什么 凯尔手指微微一动 利用去年戴安娜送给他的戒指 瞬间幻影移行到了几百米开外的地方 下一秒 一条体型硕大的挪威脊背龙就从他之前的地方撞了过去 是诺伯 他小时候就喜欢这膜往凯尔怀里撞 虽然在他长大之后 这个陋习被凯尔强行纠正过来了 但也许是两个月末限 激动之下 他下意识就把这个给忘了 诺伯 冷静 看着转过身 准备再来一次的挪威脊背龙 凯尔连忙喊道 诺伯比两个月前又大了不少 要是被他撞一下 那可是会死人的 现在戴安娜不在家 戒指上的幻影移行 没办法续飞 用一次就少一次 他可不想浪费在这里 听到凯尔的话 诺伯总算是停了下来 他慢悠悠地飞了过来 用头蹭了蹭凯尔的胳膊 这时 纽特也跟了过来 笑呵呵地说道 如果你之前能玩两天过来的话 他大概就不会这么激动了 说得是啊 但没办法不是嘛 凯尔耸耸耸肩道 他上次来的时候 本来是准备来 看望一下诺伯的 可当时他因为找事 被箱子里的原住民 也就是那只因为脾气暴躁 被罗马尼亚火龙保护区 三次退货的匈牙利树峰 揍了个半死 诺伯毕竟还不到一岁 而匈牙利树峰 已经成年很久了 那顿毒打之后 他昏迷了好几天才醒过来 刚好错过了凯尔来看他 不过也有好处 纽特告诉他说 自从醒过来之后 诺伯的性格就变得收敛了很多 不说从熊孩子 直接变成乖宝宝 但也不像之前那抹皮了 一边说着 纽特还带凯尔去看了那只匈牙利树峰 大概是担心出现什么意外吧 纽特之前从来没带他来过这里 所以 这也是凯尔第一次亲眼看到箱子里的树峰 那是一条强壮黑色的成年火龙 似乎闻到了什么不喜欢的味道 他用后腿支撑身子站了起来 脖子高高昂起 那双橙黄色的眼睛 猛地看向凯尔和纽特的方向 凯尔注意到 他嘴角离地面的高度 差不多有六十英尺 比正常的成年树峰大了一圈 难怪他会被退火三次 这种体型的大家伙 要是突然暴走 就算十个巫师一起 也很难能控制住他 我们身上有诺伯的味道 他很不喜欢那孩子 纽特解释道 凯尔点点头 他也看出来了 他们没有在这里停留多久 离开火龙的岛屿后 纽特又带着凯尔 去另一片区域看了巨怪 这家伙倒是安逸得很 凯尔过去的时候 他正抱着自己的木棒子 躺在草地上呼呼大睡呢 第266章 分免的囊毒豹 作为一个出门溜个弯 都能捡回一只球遁鸟的人 纽特最大的特点 就是身边从来不会缺少意外惊喜 因为明天就是开学的日子 凯尔本来打算在这里吃过晚饭就回去的 但他才刚咬了一口新鲜出炉的焦糖土豆饼 纽特就疯疯活活地跑过来 扯着凯尔的衣领 把他拽进了箱子里 怎 怎么了 凯尔一脸猛逼地跟在纽特身后 三两口把手里剩的半块焦糖土豆饼塞进嘴里 囊毒豹要生了 就在今晚 纽特头也不回地说道 他抓住凯尔的胳膊 我们要赶快过去才行 啥 凯尔嘴角抽出了一下 囊毒豹是一种形似美洲师的神奇动物 浑身黑色 脖子处还有一个巨大的毒囊 这使得他连呼吸都能带有致命的剧毒 虽然他可以将毒素主动控制在体内 但那也要分情况的 凯尔可不认为他在分娩的时候 还有力气去在意自己的毒会不会误伤到其他人 不 应该说这时候的囊毒豹 才是最危险的 分娩会消耗大量的体力 为了能让自己平安度过虚弱期 也为了保证不会有其他生物靠近 它们会本能地向周围大量扩散 含有剧毒的气体 现在过去 基本上和送死也没什么区别了 我可以不去吗 凯尔尝试拒绝 我不是害怕呀 主要是焦糖土豆饼凉了就不好吃了 没关系 蒂娜可以再做 那多麻烦啊 蒂娜喜欢这个 她每天都会做很多 有时候甚至要秀秀们一起才能吃得完 可是 凯尔还想再说什么 不过纽特却突然一拍脑袋 随手拿出一个和金色飞贼差不多大的东西 这是邓伯利多帮忙制作的 里面包裹着一块瑞埃姆牛胃里形成的石头 把它带在身上 那些毒物就对你不起作用啊 有这好东西你早拿出来啊 他刚才要是知道有这玩意儿的话 也不用等到现在了 凯尔立刻就接了过来 那是一个用银线编成的小球 最外面是一层细密的网 包裹一块金黄色的 十块 凯尔将它拿起来 隐约还能闻到一股泥土清香 他点点头 嗯 没错 是正经牛黄 和山羊胃里的粪食属于同一种东西 都有狠降的解毒作用 就是颜色亮了一些 普通牛黄都是偏褐色 这块却是加龙一样的金色 凯尔从旁边薅了一片树叶 变成绳子将它穿起来挂在脖子上 为了保险起见 他还特意把绳子变得很短 等做完这一切后 准备好 凯尔 我们得快点了 纽特抓住凯尔的胳膊 带着他幻影仪行 到了箱子东边的一片草原前 来到这里的第一秒 凯尔就感觉到不对劲了 就好像清晨的伦敦一样 草原上空 弥漫着一片肉眼可见的淡绿色雾气 不过草原边缘处 似乎有一层看不见的墙 阻止了这些毒物 继续向外蔓延 应该是纽特布置的 只要带着它就可以了吗 看着眼前那一片毒物 凯尔忍不住询问道 毕竟一般牛黄 都是要放在嘴里 才有解毒的效果 嗯 带着就可以 纽特点点头 瑞埃母牛 几乎可以免疫所有毒素 它的牛黄 天然就能克制囊毒爆 对了 还有这个 纽特拿出魔杖 轻轻一挥 凯尔脑袋上 便多了一个透明的气泡 它自己也是一样 好了 我们进去吧 纽特率先走进了毒物当中 凯尔则顿了一下 他看着身后跟过来的福克斯 说道 福克斯 赶快想想 有什么伤心的事 好几点眼泪出来 我一会儿可能会用到 不需要多 一瓶脱就够了 有备无患吗 凤凰的眼泪 连蛇怪的毒都能减 狼毒爆自然也莫问题 听着凯尔的话 福克斯忍不住用翅膀拍了他一下 他是凤凰 又不是水龙头 还一瓶脱的眼泪 可真敢说啊 咋的 杰克来了 就算真当水喝 也用不了那么多吧 被气到的福克斯 抓住凯尔的衣服 不由分说的 带着他 冲进了满是毒物的草原里 炮头骤加牛黄的组合 确实很管用 出现在他周围的毒物 全都自动散开了 并没有走多久 两人一凤凰 牛黄很快就在一块巨大的石头上 找到了那只囊毒爆 他侧躺在石头上 肚子鼓鼓搭 还不时发出一阵阵痛苦的声音 纽特走上前 温柔的将手搭在他的下巴上 有规律的前后揉捏着 这魔作能让他放松不少 纽特解释道 凯尔看着他的动作 疑惑道 可是离那魔尽的话 牛黄的味道 不会影响到他吗 是会有一点 但也莫那魔严重 纽特低头看了一眼 大概就像是不喜欢吃蔬菜的人 闻到了胡萝卜的味道吧 凯尔点点头 明白了纽特的意思 虽然讨厌 但也不是 那么难以接受 凯尔坐到旁边 看着纽特 在那撸着囊毒爆的下巴 在他娴熟的手法下 囊毒爆呼吸 渐渐平缓了许多 也不再发出那种痛苦的声音声了 但就像刚才说的 这注定是一次漫长的过程 凯尔本以为 纽特是觉得 这次机会难得 特意带他来尝尝见识的 直到两个小时后 当纽特的手法 也失去作用的时候 凯尔才知道自己是被拉来当 陪聊 的 没错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陪囊毒爆聊天 分散他的注意力 只是从对方的语气中 不难听出 他并不想说话 甚至因为觉得 凯尔有些呱躁 还试图咬他来着 好在最后被纽特安抚住了 别停 继续说 纽特催促道 没办法 凯尔只能硬着头皮 继续自言自语地说了起来 但问题是 凯尔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呀 刚才他已经 把能想到的那些 安慰的话 都重复好几遍了 要是再说这些的话 估计囊毒爆真会咬他的 连纽特都拦不住的那种 没办法 凯尔只能把话题 放在了那些 自己见过的神奇动物上面 从三头犬陆威 到挪威 几倍龙诺博 再结合霍格沃茨发生的事 就像是在说故事一样 第267章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 还别说 神奇动物和霍格沃茨的话题 好像还真引起了 囊毒爆的兴趣 尤其是在说到 陆威帮邓布利多 看守魔法石那一段的时候 囊毒爆甚至还不屑地打了个响鼻 他虽然不知道 魔法石是什么 也不知道 三头犬是个啥玩意儿 但无所谓 不就是阻止别人进那个房间吗 自己绝对能比那三个脑袋的唇狗 做得更好 大不了多放点毒嘛 只要让毒充满整个城堡 不就没人进得去了吗 看 多简单 趁着囊毒爆的注意力 都在凯尔身上的时候 纽特来到他身后 开始推揉他的肚子 又过了大概十几分钟左右 囊毒爆一哆嗦 猛地站起了身 而他身下 却多了一个被粘液包裹着的小囊毒爆 随着小家伙开始活动 那些像蛋壳一样包裹着他粘液 很快就被甩到了旁边 囊毒爆低下头 轻密地用舌头舔了舔他 但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这么做 没什么惊艳 他的力气稍微大了一些 小家伙的脸都被舔变形了 呼 总算完成了 凯尔松了口气 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话 他嗓子都快冒烟了 凯尔回头看向福克斯 他在找自己预定的那一瓶脱眼泪 结果自然不用多说 被福克斯一翅膀打了回来 小妾 凯尔嘟囔着站起身 别着急 还没完呢 纽特提醒道 应该还有一只 凯尔这才注意到 囊毒爆的肚子 依然还是鼓的 又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当第三只小囊毒爆 也顺利出生之后 这才终于结束了 纽特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 一边朝不远处的方向招了招手 一只体型更大的囊毒爆 飞快地跑了过来 嘴里还叼着一只肥瘦的特波油猪腿 他们都很健康 纽特笑着 把手里的小家伙放在旁边 随后便带着凯尔 默默离开了 不同于来时的抗拒 在回去的路上 凯尔没走几步 就会回头看一下 眼里满是不舍 不可以 凯尔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绝对不行 纽特认真的说道 我同意 你把诺伯带去学校 是因为我相信你可以 约束好他 不会让他跑出箱子 但小囊毒爆不一样 他们还控制不了自己的毒 这太危险了 不只是对你 也是对城堡里的所有人 别人不了解 他还不了解吗 凯尔刚才那眼神 就和秀秀看到金币一样 意思简直不要太明显 他绝对是想抱一只小的走 我 我知道 凯尔挠了挠头 我只是想想而已 没打算真这么做 他当然清楚 囊毒爆有多危险 自然不可能把他们往学校带 而且 那两只大的 就在旁边呢 他就算真想 也带不走 虽然这么说 但纽特还是下意识地 加快了脚步 那感觉 就像身上带着一个定时炸弹一样 等两人走出箱子之后 天色已经微微泛亮了 他们忙了一整夜 凯尔还好 他经常熬夜往图书馆跑 已经习惯了 但已经95岁的纽特 就不一样了 一走出箱子 他就露出了明显的疲态 但他的眼神 却依然很明亮 果然 把你叫来是对的 纽特合上箱子 给凯尔倒了一杯热巧克力 囊毒爆通常情况下 只会分娩一到两只幼崽 像这种一胎三只情况 是非常少见的 而且 这会给他们造成极大的负担 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 幸亏你在旁边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这个过程比我想象中要顺利多了 没有没有 我就是说了会话而已 也没帮着魔忙 凯尔连连摆手 他才十三岁 可不想被莫名扣上一顶 分娩小帮手 等帽子 但纽特只是笑了笑 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时间很晚了 快去睡觉吧 对了 你明天不需要早起去车站 我送你回霍格沃茨 至于你的行李 之后 让克里斯送过去就行 不用 行李我都带着呢 凯尔说道 在来这里之前 他为了不引起福克斯的怀疑 特意把那个装日基本的盒子 混在行李当中 一起放进了箱子 没想到 刚好省去了不少麻烦 那刚好 纽特点点头便离开了 不过走了末几步 他就突然停下 转身把地上的箱子 也提起来带走了 凯尔脸上的笑容 一下子就不见了 这就过分了呀 搞得他好像 半夜会往箱子里跑一样 真的是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 凯尔撇了撇嘴 把热巧克力放回桌子上 也回房间睡觉了 他在这里 有一个单独的房间 是纽特和蒂娜特意准备的 因为不用赶火车 凯尔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 蒂娜已经准备好了午饭 桌子上堆满了小扇一样的 焦糖土豆饼和牛排 还有别人要来吗 凯尔疑惑地问道 这份量太多了 别说三个人 三十个人也吃不完 没有人来 蒂娜笑着 拿出一个盒子 你不是喜欢土豆饼吗 这些是给你带去学校的 牛排是给囊读报准备的 纽特说道 他现在 需要大量的食物 来恢复体力 凯尔恍然 随即便坐到桌子旁 蒂娜给他的盘子里添了好几块牛排 叠在一起 就像块砖头一样 凯尔也没有拒绝 他昨天晚上到现在 就只吃了一个土豆饼 早就饿了 吃完饭后 纽特又带着他去给囊读报 一家送饭 弥漫在草原上的毒物 已经淡了很多 但依旧致命 还是那块石头上 三只小家伙 似乎还记得他们 倒也不怕生 凑在凯尔脚边 不停地转悠着 还时不时扒拉一下他的裤子 两只大的 就依偎在石头上 一边吃纽特带来的牛排 一边懒洋洋地 看着凯尔帮他们带孩子 一直到下午 凯尔感觉 火车应该快要到霍格沃辞了 他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里 诺伯和巨怪 已经背着福克斯秘密 转移到了他的箱子里 邓布利多 确实很靠谱 如今他箱子里的空间 可以说是一眼望不到边 不知道比之前大了多少倍 而且 邓布利多还帮他完成了部分装修工作 原本只有几棵树的地方 变成了一片茂盛的森林 湖泊也大了很多 旁边还多了两座山丘 就连气候 他都做了调整 在靠近湖泊北边的地方 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冰雪 第268章 失望的斯内普 准备好了吗 凯尔 房间外面的一片空地上 纽特远远地看着凯尔说道 现在出发的话 应该刚好能赶上晚宴 话是这魔说没错 凯尔抬头看了看 渐渐暗下来的天色 如果没有遇到特殊情况的话 现在确实是火车到站的时间 但有个问题他想不明白 纽特不是说要送他去霍格沃茨吗 那他站那魔远干石魔 还有 福克斯为啥要突然落他肩膀上 凯尔喉咙动了动 似乎想到了某种可能 他看着纽特 试探性地问道 是您送我去霍格沃茨 对吧 事实上 我刚刚收到了一封信 纽特撇过头 没有看凯尔的眼睛 赫布迪里群岛的黑龙 有点不对劲 我马上要过去一趟 因为事情紧急 所以就只能由福克斯 送你回学校了 听完纽特的话 凯尔整个人都不好了 悠悠地看着纽特 嗨嗨 我知道 凤凰的幻影一行 确实不怎么舒适 但是 嗯 也没那么糟糕 看着凯尔的眼神 纽特更心虚了 但他还是硬着头皮说的 而且 除了邓布里多外 你大概就是唯一 受到凤凰青睐的巫师了 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如果是这种机会的话 那还是算了吧 凯尔心里 富匪道 凤凰的旅行方式 可不是 不怎么舒适 那放在整个魔法界 也是相当炸裂的 这段时间里 每次想到昨天的经历 他腿肚子就直打哆嗦 到现在还莫缓过来呢 我自己回去 也可以 凯尔伸出了手 看了一眼手上的戒指 他还可以用两次换影一行 完全可以自己回学校 或者说 只要能让福克斯 离开他的肩膀 哪怕两次机会 都用掉 也没问题 但可惜 福克斯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或许是第一次 被人这么嫌弃 福克斯有些不高兴了 他毫无预兆地 紧了紧爪子 随后张开了翅膀 凯尔眼前再次出现了 那熟悉的红光 他只看到 纽特以一种匪夷所思的灵敏 飞快地窜了过来 将一把果子 扔进了他的口袋里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他又被团成了一个 游走球 开始被人用棒子 无情地挥打着 同一时间 霍格沃茨的地下角是 哈利和罗恩瑟 缩在角落里 他们身上脏兮兮的 就好像是刚在泥地里 打了个滚 而事实远比这更糟 他们没进去车站 是开着维斯莱先生 那辆九手改装福特车 一路从国王十字车站 飞过来的 在飞到霍格沃茨之后 那辆车还撞在了 一颗打人流上 如果不是那辆车 在最后又神奇地启动了 他们这会儿 大概已经 被那些疯狂的树枝 垂成馅饼了 这一路上的经历 只能用惊心动魄来形容 刺激程度堪比上学年 偶遇浮地魔 至少对哈利而言是这样 现在 两人正紧张地看着 面前那的一排的教授 以及中间的邓布利多校长 等待着最后的结果 我们被开除了 是不是 罗恩绝望地问道 今天没有 维斯莱先生 邓布利多严厉地看着他们 但我必须让你们感受到 自己行为的严重性 我今晚就给你们家里写信 我还必须警告你们 要是再有这样的行为 我就只能开除你们了 斯内普的表情 就好像听到有巨怪 要来上他的课一样 脸拉得比叶齐还长 邓布利多教授 这两个学生无事 未成年巫师 加以合理约束法 对一棵珍贵的古树 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这种行为当然要 碰 他话还没来得及说完呢 面前就突然炸开了一道火光 下一秒 一人一鸟 就这魔突然出现在了地下教室里 是你 当斯内普看清来人是谁后 他的表情又变了 变得非常愉悦 很好 来上课的巨怪又走了 又一个没有坐校车的小巫师 斯内普拖着长音道 看来 今年霍格沃茨的开除名单 有点长啊 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麦格教授也被吓了一跳 他看着靠在墙壁上 一手捂头 一手捂肚子 像喝了假酒一样的凯尔 他这是怎么了 没事 米勒娃 不用担心 邓布利多先是一愣 随后笑呵呵地说道 他只是还没有适应凤凰的幻影遗形 过一会儿就好了 幻影遗形 麦格教授这才意识到 他们是在城堡里 而这里是禁止幻影遗形的 不过 他看了凯尔肩膀上的福克斯一眼 随即便不再说话了 显然 凤凰和家养小精灵一样 都不会受到这种规则的影响 哦 福克斯 见到你真高兴 邓布利多开心地说道 我刚才还在想 你去哪里了呢 福克斯傲娇地把头扭到旁边 莫里他 邓布利多也不生气 福克斯会 直接来他所在的地下教室 就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这时候 凯尔已经拿出了纽特赛 给他的那些果子 直接往嘴里塞了两颗 一口咬下去 酸色的味道 在嘴里炸开 总算是舒服了不少 他茫然地看着 面前那些熟悉的脸 这是 到霍格沃辞了 准确来说 是地下教室 邓布利多解释道 福克斯直接来找我了 而我刚好有些事 要来这里解决 是了 凯尔看到了周围架子上 那些装着各种零件的瓶瓶罐罐 也只有斯内普的地下教室 才会出现这些东西了 哦 他也在 凯尔看到了斯内普 他好像遇到了什么开心的事 还在笑 让麦格教授来决定 对这两个学生的惩罚吧 西弗勒斯 邓布利多对斯内普说道 然后 他走到凯尔身边 虽然 你错过了分院 但宴会上的食物 还是不错的 跟我来吧 你的那些朋友们 一定也担心坏了 等等 邓布利多教授 您是不是忘了点什么 斯内普突然皱眉道 惩罚呢 他这时候也看出来了 邓布利多估计 是不会开除任何人 但也不能就这么 轻飘飘地过去吧 他并没有违反任何校规 西弗勒斯 邓布利多平静地说道 霍格沃茨允许学生们 用另外的方式返校 当然 前提是别被太多麻瓜看到 邓布利多看了哈利和罗恩一眼 继续说道 来吧 西弗勒斯 这里交给米洛娃就行 有一种淡奶果馅饼 看上去很不错 我想尝一尝 斯内普还想再说 说些什么 但却被拉出了办公室 他的心情很复杂 刚刚出去了巨怪 又回来了 而且 还带来了一大家子的同类 第269章 不同的待遇 地下教室的门打开又关上 房间里就只剩下了 麦格教授 和他那两个没用的学生 他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像愤怒的老鹰一样 盯着他们 最后 还是罗恩打破了沉默 教授 刚才那个 是凤凰吗 没错 是凤凰 麦格教授 似乎并不想多说什么 只是点点头就接过去了 你最好去趟学校医院 喂斯兰 你的眼睛肿了 没实摩 罗恩赶紧捂住眼睛 教授 刚才邓布利多校长说 分院结束了 是的 就在刚刚 那我妹妹在哪 罗恩有些紧张地问道 也在格兰芬多 听到麦格教授的回答 罗恩高兴地说道 哦 太好了 虽然没有亲眼看到 但结果还是不错的 不过提到格兰芬多 哈利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 连忙说道 教授 我们坐上汽车的时候 还没有开学 所以 不应该给格兰芬多扣分 对不对 麦格教授 眼神严厉地看了他一眼 但哈利却发现 他的嘴唇 不再抿得那么紧了 事实证明 哈利的那句话 还是有用的 麦格教授 并没有给格兰芬多扣分 虽然他们被关了禁闭 而且 只能在地下教室里吃饭 但这已经比哈利预料的好多了 因为必须要回宴会上 麦格教授 很快也就离开了 门再次被关上后 罗恩轻轻地吹了一个长长的口哨 真幸运 他抓起一块麦格教授送来的三明治 只是关禁闭 这可比被开除好太多了 而且还没有被扣分 我也这么觉得 哈利也抓了一块 对了 你的魔杖怎么样 那不是我的魔杖 罗恩嘴里塞满了鸡肉和火腿 含糊不清地说道 他从口袋里 拿出一根橡皮制作的黑线雪鱼 说道 这是弗雷德和乔治制作的戏法魔杖 他们大概是想整我 所以 用它调换了我的魔杖 幸亏他们这么做了 哈利笑着说道 是啊 当时撞在那棵树上的时候 它都快折过来了 罗恩有些庆幸地 把黑线雪鱼放回口袋里 不过 以后可得注意一点了 哈利喝了一口南瓜汁 真希望能到宴会上去 麦格教授不想让我们去炫耀 罗恩明智地说 不想让别人觉得 开一辆会飞的汽车来上学 是一件很光彩的事 可凯尔就能去宴会 不一样 他可是被凤凰带着来学校的 当然值得炫耀 罗恩怂了怂肩 如果是我的话 我能吹一整年 任何人都是这样 凤凰很少见嘛 哈利问道 应该说是非常少见 比火龙还要稀有得多 罗恩拿起第二块三明智 很多人一辈子也看不到他们 我也只是在 奎地气球场上献过一次 还记得吗 就是被暂停的那场比赛 哈利点了点头 他当然记得 而且印象深刻 就在两人讨论着凤凰的时候 凯尔也被邓布利多带到了礼堂 刚一进门 他就迫不及待地 朝贺奇帕奇的餐桌走去 斯内普这一路上的脸色 比海格的抹布还难看 他被盯得浑身不自在 凯尔到这里的时候 宴会已经开始了 但在看到他之后 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然后又突然重新变得热闹了起来 只是中间掺杂了一些嗡嗡的低语声 不过凯尔没有在乎这些 静止来到了贺奇帕奇的餐桌旁边 塞德里克帮他站了座位 凯尔刚一坐下 他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难道 你也和波特一样 是开着那辆会飞的车来的 什么会飞的车 凯尔心不在焉地说道 如果可以的话 我真希望是这样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康纳皱眉道 那辆车撞在了城堡外的那颗打人流上 据说他们差点被打扁了 霍格沃茨从来没有秘密 只是分割院的功夫 哈利和罗恩的事迹 就已经人尽皆知了 都一样 凯尔小声嘀咕道 不管是打人流 还是被当成有走球 都一样 什么有走球 塞德里克抓了抓头发 没听明白凯尔是什么意思 既然你没有坐那辆汽车 那你是怎么过来的 弗雷德和乔治说 开学那天 你都没有在家 是福克斯 凯尔解释道 就是邓布利多的凤凰 他把我从多塞特郡 带回了霍格沃茨 接着 凯尔又简单说了下自己 在纽特那里遇到的事情 听得周围的人一愣一愣的 好家伙 突然到访的凤凰 分免的囊读报 又被凤凰带着幻影一行 回到学校 凯尔这两天的经历 简直比他们两年都精彩 凤凰啊 塞德里克感叹道 那一定很棒 旁边的米克尔和瑞恩 也深表赞同地点着头 他们也想要近距离接触一下 那种传说中的神奇生物 相信我 你们绝对不会喜欢那种感觉的 凯尔摆了摆手 认真的说道 他到现在还难受着呢 面对一桌子美味的食物 也没食摸胃口 只是随便吃了点馅饼 又要了一杯双份柠檬的柠檬水 不过小精灵们制作的柠檬水酸味 是够了 但不苦 效果稍微差了点 塞德里克看他这个样子 也就没有再提凤凰的事 而是拿出一张羊皮纸说道 你假期送来的信 我们都收到了 这是我们按照你给的方法 在火车上制作出的新地图 他声音里带着几分兴奋 比去年直接复制要麻烦不少 但很受欢迎 已经有50个新生找我们预定了 不过那些售价更高的定制地图 就需要你来做了 毕竟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需要多少 凯尔问道 25章 塞德里克笑着说道 今年买这种地图的人多了不少 而且都选择了我们 又是一批新的加龙进账 凯尔的心情总散好了一些 他转头看向主兵席 发现麦格教授已经回来了 正在和川的花枝招展的 吉德罗洛哈特说话 只是他表情很严肃 嘴唇也精精抿着 似乎并不是很高兴的样子 第270章 吼叫信 凯尔只用了一个多小时 就赶制完了那20多张地图 并在开学第一天的早上 准时将他们交给了那些 付过定金的小巫师手中 又是一笔丰厚的加龙进账 没有比这更令人开心的了 早上吃饭的时候 鸡人围坐在格兰芬多的餐桌上 开始分赃 可 分配劳动成果 钱包一下子又鼓了不少 所有人都很开心 至于为食膜要在格兰芬多的餐桌 没食膜特殊的意思 只是因为 这个地方距离礼堂大门最近而已 对了 凯尔 这个给你 弗雷德和乔治树出七个加龙 装进一个布袋里递给凯尔 愿赌服输 乔治有些心疼地说道 我发誓 如果再跟你打赌 我们就是燕尾狗 还有我也是 弗雷德在旁边赞同地点点头 哈 我差点把这个忘了 凯尔接过布袋 以一种极其不信任的态度 将里面的金币全都倒在了桌子上 认真地数了起来 去年 弗雷德和乔治搞了一个小游戏 有奖竞猜 齐洛教授 什么时候会离开学校 在他们的盛情邀请下 凯尔实在拗不过 就小玩了一局 结果自然不用说 二十加龙直接翻倍 不仅小赚了一笔零花钱 还顺便掏空了弗雷德和乔治的钱包 因为不想动用 未开店准备的资金 两人就仗着凯尔关系好 一直拖到现在 才把这四十加龙还清 不错 刚好四十加龙 在弗雷德和乔治 想打人的目光中 凯尔淡定地收起布袋 今年你们还玩不 洛哈特教授 可是魔法界著名巫师 如果和他有关的话 相信很多人都会参与的 呵 乔治冷笑了一声 除非你不参与 弗雷德说道 那好吧 我不参与就是了 凯尔平静地说道 随后 他转头 看向一旁的康纳 你准备四十加龙 算我的 赢了咱们对半分 好 康纳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你俩够了呀 看着这两个大声密谋的家伙 弗雷德恨恨地咬了一口面包片 就好像那是凯尔的脑袋一样 就像刚才说的 以后 他们要是再和凯尔玩这种游戏 就是燕尾狗 还是最丑的那种 等一下 这时 赛德里克突然说道 我记得 你们还有什么事要做 对呀 你们当初说 如果凯尔在二年级 就获得梅林爵士团勋章的话 要做什么来着 哦 我知道 秋强忍着笑意 配合道 顶着三个奖杯 跳着梯踏舞绕城堡 飞一圈 还有黄油啤酒 康纳也笑一鸣地看着凯尔 真好啊 你以后喝黄油啤酒 不用花钱了 弗雷德和乔治的脸色 更难看了 顶着三个奖杯 跳梯踏舞 梅林在上 他们当时 到底是怎么想出 这种高难度动作的 还有承包凯尔以后 所有的黄油啤酒 这得花多少钱啊 一时间 两人只觉得心里 一阵阵的冰凉 弗雷德还抽了自己一嘴巴 啪 我怎么就管不住 自己这张嘴呢 一声脆响 顿时引来了周围人的注意 即便再以勇气 著称的格兰芬多 甘纳摩用力抽自己的人 也是屈之可数 他们都挺好奇的 好在这时候 邮差到了 上百只猫头鹰 拥挤着飞了进来 在礼堂里盘旋着 把信和包裹丢到正在交谈的人群中 凯尔伸出手 接住了一份预言家日报 不过 他还没来得及看呢 就被旁边的动静吸引了注意力 一只猫头鹰打翻了牛奶壶 牛奶和羽毛剑的到处都是 不过 这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嘴里 还叼着一个打湿了的红色信封 哦 不 不远处的罗恩 尸声叫道 很多人都发现了 那个红色的信封 纷纷看了过去 那个 应该是吼叫信吧 康纳小声问道 没错 凯尔点点头 你最好打开它 罗恩 坐在凯尔旁边的那位小声说道 不打开更糟糕 奶奶给我记过一封 我没理他 结果 他吸了口气 那太可怕了 会怎么样 塞德里克有些好奇地问道 他之前从没献过吼叫信 只是知道 有这某个东西而已 会爆炸 凯尔摊了摊手道 而且 你知道 什么是360度立体环绕式音效吗 四面八方 有信封碎片的地方 就有声音 就算在黑湖对面 都能听到 罗恩脸都白了 在他们说话的时候 信封的四角也开始冒烟 快打开 纳维催促着 只有几分钟 罗恩伸出颤抖的手 小心翼翼地撕开信封 快跑啊 不知道谁喊了一嗓子 围观的小巫师瞬间一会儿散 坐在那里跑不了的 比如 纳维和塞德里克他们也纷纷捂住耳朵 哈利和赫敏虽然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但也有样学样 跟着把手放在了耳朵上 而且 他们马上就知道 喂食膜要这么做了 好像爆炸一样 巨大的声响充满整个礼堂 把天花板上的灰尘都震了下来 偷了汽车 他们要是开除了你 我一点都不会奇怪 看我到时候怎么收拾你 你大概压根没想过 我和你爸爸发现 车子没了时事 什么心情 维斯莱夫人的声音 比平时放大了一百倍 震得桌子上的餐具咯咯作响 这下 已经不止是格兰芬多了 全礼堂的人都转过了头 寻找着声音的来源 罗恩已经把自己藏在桌子底下了 只露出一个通红的额头 但没有用 吼叫还在继续 我真没想到 你会做出这种事 你和哈利 差一点丢了小命 太欺人了 你爸爸将在单位受到审查 这都是你的错 你要是再不循规蹈矩 我们马上把你领回来 吼叫停止了 但声音还在嗡嗡作响 已经掉在地上的红色信封燃烧起来 卷曲着变成了灰烬 凯尔也听出来了 维斯莱夫人最生气的 并不是罗恩偷了车子 而是他和哈利 差点被打人柳锤死 如果没有这档子时 估计维斯莱夫人 也不会气到 寄一封吼叫信过来 然后还要让你打得动 我们现在让你试试看